娱乐转圈圈 收到草菇的邀请 与博贤一起参加了 龟贤的个人新综艺 2020年12月12日 有线电视TVN综艺 肩膀5要跳到什么时候啊 方面 在11日的节目末尾 预告了EXO成员明希 和博贤出演的画面 这档综艺节目 是韩国知名综艺导演罗英希 为Super Junior曹龟贤量身定制的 综艺节目的拍摄地点 是在Super Junior的宿舍 在播放的预告中 可看出出演的 有EXO成员明希和编博贤 而且这是 明希退伍后的第一档节目 引发了大众的广泛关注 这档综艺节目 以喝酒聊天 为主要呈现方式 既然是根据曹龟贤量身定制的 当然少不了的是喝酒 毋庸置疑的是 明希的酒量是非常好的 但是编博贤的酒量 可就不行了 据说 编博贤酒量不好 而且喝了酒之后 全身都发红 甚至包括屁股 也会红 预告中就向大家展示了 编博贤喝醉酒后的真实面貌 在预告中 一开始 还没有喝酒的时候 编博贤 作为气氛的创造者 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 看起来还是非常清醒的 笑起来 也很甜 营业状态满分 殊不知 后面还有如此场面 在等待着博贤 随着节目的进度 和两个酒鬼待在一起 怎么可以免得了不喝酒呢 编博贤再喝了一些酒后 喝得不多 就开始放飞自我了 与之前活泼的编博贤 形成对比 喝醉了开始晕呼呼的 博贤自己一个人 软软地坐在桌子旁边 头型也没有了 一开始的精致 而铁脸都变红了 最重要的是 编博贤的酒杯里 还剩了一些酒 看起来 没有喝很多 博贤是小孩子口味 对于喝酒这件事情 无法接受 稍微一喝酒上泡 韩国网友留言 独自一人喝了一点 独自一人红成了草莓 这真的是 可爱到我了 看来编博贤真的是 不太能喝酒 编博贤的酒量很小 不过 这次在节目中喝酒 并且醉酒后的真实场面 让全国民众都看见了 在节目中 编博贤喝着喝着就飘了 在喝醉后 意识混乱的情况下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对前辈奶奶的说 哥 如果是这样的话 真的下次 就别叫我来了 博贤还真是酒后 胆子都变大了呢 节目结尾 不知道是因为玩得太过兴奋 还是因为编博贤 微醉的原因 编博贤直接随地 就躺在了宿舍门口的地上 离开Super Junior前辈宿舍的时候 迷迷糊糊的 连录节目专用的麦克 都没有摘 还是被哥哥们 一把子拦住了 最后博贤 实在不行就倒了 其实实际上 也没有喝多少 编博贤被前辈草哭 笑着打趣道 这么有钱的人 干嘛还要偷走麦克风啊 这节目 也是真实了 将编博贤醉酒后 可爱的状态 展现的是一览无鱼 如此可爱的编博贤 网友们表示 很期待这个节目了 你们期待看到 博贤醉酒的画面吗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